三猎蛇葡萄是一种传的很邪乎的野生植物 它的果实像一颗颗的小葡萄 五颜六色,非常好看 相信不少人都听过老人们的警告 村里的老人说 这种植物的果子有毒,人不能吃 只有蛇才可以吃 也有人说它是蛇药 其实这个果实真的有毒,不可食用 三猎蛇葡萄别名德式蛇葡萄 三猎一蛇葡萄等是葡萄科蛇葡萄薯 木质藤本植物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喜欢植物类视频的朋友们 请加个关注吧 谢谢支持 形态特征 三猎蛇葡萄小枝圆柱形 有纵纹纹 中安小叶披针形 前端剑尖 侧生小叶卵椭圆形 有些叶子为五猎叶 有些叶子为三猎叶 浅紫色或绿色 果实进球形 生长习性 三猎蛇葡萄适应性强 耐寒也耐干旱 长盛于沟边 灌丛中 林园 路边 山谷 石凤 树林中 主要价值 三猎蛇葡萄 藤岸纵横交错生长 叶子翠绿而飘逸 所以可以用作公园 庭院 户坡 公路两边栽培 有很好的绿化薄土价值 三猎蛇葡萄的根或根皮 在中华本草及很多遗书中 称为金刚散 如果先用全年可采收 也可秋冬采收后洗净晒干切片 或采后洗净抽去木芯晒干 磨为细末使用 三猎蛇葡萄 在中医股房中出现频率很高 鸟药 跌省智等很多书籍中 都有他们的记载 可见其药用历史值悠久 它还有更多的药用价值 如有懂医药的朋友们 欢迎在评论里留言补充 好的朋友们 三猎蛇葡萄就介绍到这里 更多植物介绍持续更新中 谢谢朋友们关注与支持